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哥哥喜欢什么样的花呀 哥哥喜欢小春花 这千月洞里面冰冰冷冷的 竟不知道还有一处又有荷花又有草地 还有蒲公英的地方 不过哥哥喜欢什么样的花呀 哥哥喜欢小春花 妹妹呢 我啊 我 独独喜欢 这样野生的蒲公英 为什么 因为蒲公英生命力顽强啊 小春花倒还真是会歪理邪说啊 不过我也听说 江湖上有一种毒就叫蒲公英 那解药你可以有 解药只有下毒之人才有 妹妹这是在怀疑我 我怎么敢怀疑哥哥呢 只是 这点毒对哥哥来说 一定是小菜一碟 那是自然 就算是闻所未闻的毒 我上官秋月一样能解开 那解药在哪儿 解药嘛 密室里应有尽有 那哥哥什么时候 带我去见识见识你的密室啊 看心情 哥哥今天心情怎么样 一般般 我觉得挺好的 好 哥哥在这儿 又有寒冰可以看 又有荷花可以赏 真是怡然自得 更是想要什么 招手就能有 不过只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哥哥没有遇到过一个 姓仪的女子 哥哥有小春花不就够了吗 那是你不知道真正的爱情 是什么样子罢了 不过 依我看啊 哥哥不如不要去管千月洞外那些小丑的纷纷扰扰了 把这些作恶作剧的时间省下来 找一个天仙般的女子 又是毒药 又是放手是非 小春花若是怀疑哥哥策划了拍卖大会 不妨直说 我的确是怀疑过哥哥 但是你说过 一个人的精力更为人 是可以体现在他的行动上的 自从我失忆以来 哥哥虽然老是捉弄我 但却从来没有真正地伤害过我 反而 倒是屡次出手相救 所以春花相信 哥哥不是滥杀无辜的人 那哥哥若是真的做了什么呢 我只是觉得 哥哥若是换一种活法 会更加快乐些 是吗 哥哥换种活法后 身边有没有小春花呢